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好像一文不值 我们之间的差异真的太大了 我总是期待着你能为我做出些改变 可你却只会装傻 我对你的付出从来都得不到回应 和你相处我真的越来越无力 我们之间也早已渐行渐远了 有请这队情侣 有请 男嘉宾小罗 22岁来自广东学生 女嘉宾小陈 22岁来自广东学生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大学辩论社的是吧 对 今天是谁要来的 是我想要来的 要来干嘛呀 想纠正一下她的很多缺点嘛 就是很多缺点 我都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了 就比如说她很抠门 然后有时候还非常的邋遢 我们先说抠门吧 就比如说我们平时出行的时候 不都是坐公交地铁吗 但是有一些特殊情况呢 她也不舍得打车 就比如说上一次 我们有一次下了地铁之后呢 其实停完的了 然后连共享单车也找不到 那我就想着说 那要不就打个车吧 但是她怎么想呢 她就不舍得花那个钱 然后就直接拉着我走 足足走了40多分钟才走到家 当时是什么情况呀 当时是11点了 我觉得走走夜是挺好的呀 对吧 在路上散散步聊聊天 我们可以增进各自的感情嘛 而且你非得挑那个时间段打车 30多块钱呢 那可是 我觉得没必要啊 说到底你还是计较钱 走路那一整天下来 我都很累了好不好 你就不晓得要照顾我一下吗 就一定要非要省那个钱干嘛呢 我在路上是有跟你商量着的 我们累了 可以休息一会儿啊 因为现在我们 就是要从生活里面 把这些钱给攒下来 就是要从细节上入手的 你知道吗 不攒这些钱 你的这些钱就会不明不白的 就流走了你知道吗 哎呀 打个车能 行行行行 你攒那么多钱 是不是是为了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也有点窘迫 所以一定要省钱 好好好 除了不让人打车之外 还怎么扣 那平时为数不多 我们出去旅游呢 本来两个人说好到那里去玩的呀 挺开心的 然后到了之后呢 你让我一个人去玩 然后你就说你在那里等我 那能叫完吗 啥意思 就是我们去 到一个景区 他不进去 你去 我是不跟你进去那个游乐措施那里玩 景区的门票我是买了 然后花了好多钱呢 然后我跟你进去那个景区之后 那些游乐措施我不感兴趣啊 你想玩那你就玩呗 那我就给你玩呗 把我的那份给你玩还不可以吗 对吧 我没有必要花这份钱呢 你完了之后我就在 等候区那边等你出来啊 我觉得挺好的呀 行 你说你不感兴趣 那吃饭呢 吃饭总归是我们都要一起吃的吧 但是你怎么做 我们到了饭店之后 我一个人点餐在那里吃 然后你在我旁边干嘛 在那里吃泡面啊 为什么吃泡面你也能拿出来说呢 就景区里面的东西有多贵 你不知道吗 就一个单人套餐能花八十块钱啊 两个八十块钱加起来就一百六了呀 一百六就是够我们的车费了已经 而且我把我的八十块钱给你吃还不行吗 你就是特别会计较 有时候好吃饭这些我们不说 有一些很少的事情都会计较 计较到什么程度呢 就有时候手机我没有流量了 它流量比我多一些 我就想着说让它开一下热点给我用 但是我还没开一会儿 它就怎么说 在旁边一个劲地催我说 用完了没有啊 用完了没有 没用我就关了 不就是一点流量吗 你一直催有什么意思啊 那个是钱呢 对啊 你看 就是很计较这些事情啊 而计较到什么程度呢 有一次我们去坐地铁 就是进地铁的时候 不小心把这些口罩绳给扯断了 我就想着说 那就买一个新的呗 但它怎么做 它就让我将就一下 把它绑到我的耳朵 就固定一下 就觉得OK啊 没问题啊 当时什么情况 我们离家还有几步路的距离了 十分钟不到啦 对不对 我们绑一下 忍一下嘛 好不好 我们家里那么多口罩 我们用得完吗 你又花那个冤枉钱干什么呢 你就不会从这件细节上入手吗 我不是说这节约这事不好啊 但是你这么做得让人听得 就这事有点过了 知道吗 就我自己的理解啊 也不是啦 就是我们现在是刚出来实习嘛 然后我们工资也不多 再加上房租 然后每个月如果是一不小心的话 就又会流走很多钱 好吧 还有一件我觉得很过分的事情 说 有一次我过生日 然后刚好有个机会 就可以说是坚持冲场吧 就是每个人有一百块钱报销这样子 那本来挺开心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可以免费吃东西 然后他怎么做 在我点完菜之后呢 他就想到了个办法 就很投机取巧 然后就想着说把这个东西退了 然后就不吃 然后挣那个钱 你说这算什么 当时是饭店里面 有那个活动 我们可以去冲场 然后呢 我就问了服务员 能不能把这个 原本可以免费的饭钱给他退了 退了就能赚钱了呀 我就试一下呀 对吧 结果服务员 你打听还可以 那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来吧 咱们说邋遢吧 不想听了 听得塞心的啊 说回邋遢 生活上他有多邋遢呢 就拿洗衣服这件事情说吧 他洗衣服 袜子 内裤 这些从来都不觉得需要分开洗 然后衣服一堆 就会堆一个星期才拿去洗 晾衣服也不好好晾 我没有不晾呀 我只是晚一点晾嘛 我堆个几天的一起晾不可以吗 我上班已经很累了 要下班还得干这种家务活 我就觉得没必要吧 然后一次性把好几天的干完 我觉得挺方便的 没问题呀 生活习惯不一样 不一定邋遢 他说他上班累 我上班就不累吗 当时我回到家 总会把自己弄干净之后 才去躺床上什么的 但他倒好 就完全不顾身上有多灾 就往床上一躺 躺着躺着 他就懒得起来 去洗澡啊 刷牙啊什么的 就更夸张的一次是什么呢 他可以忍受连续两个礼拜 然后不洗头 然后就说什么 我有那个干发免洗喷雾啊 就可以了呀 叫免洗干发喷雾 免洗不用洗干发 就是平常我洗头 我都弄着头发乱糟糟 又湿的 我又不能直接躺床上 对吧 他就没有那么麻烦 喷雾 他就是个喷雾 我觉得这个产品 就是为我良心打造的呀 对吧 我觉得就是为我打造的呀 我觉得没问题呀 我就是上班太累了 我不想花那么多精力 去应对这种事情 我就喷一喷 我就往床上一躺 挺OK的呀 就是懒 我觉得你找的都是借口 你懒到什么程度 有时候在家里吃饭 让你去洗个碗 直接不用洗洁精 然后就用清水冲一下 然后你就觉得 它干净了 它OK了 你知道这种懒 在我们看来就是什么 就是很脏啊 一点都不注意卫生啊 什么的 为什么在你眼里 我总有那么多细节 可以抠呢 洗个碗你也要抠我 我是那种 就是看到这个碗 没有那么脏 我就不想花那个洗洁精 你知道吗 我就拿个清水冲一冲 也可以应付一下子 对吧 看吧 就连洗洁精都能结尾 我都不知道 结尾了它来干什么 有时候说你几句 你还不乐意 就觉得 我好啰嗦啊 然后你好委屈啊 明明都是你 应该去改正的缺点呢 是 姑娘你是不是觉得 特懒 对 特别懒 我觉得她要说 她是天下第一懒 你觉得你是天下地级懒 她就是天下第一懒 我觉得她不是 你是 她是天下第二 你是天下第一 你要是这么 受不了她 你为什么不走呢 你说你得有多懒呢 怎么还说她呢 别说她了吧 你这么说她 你不就说你自己吗 这不是你选的人吗 那一开始的时候 她也不这样啊 但现在已经这样了 赶紧跑啊 每个人都有缺点 那我也认为 我也有什么缺点在了吧 那我们就是要相互磨合吧 就是我说她不好 她就有些不好 真的不好 她就改正呢 那我也相对应的 我也一样啊 你女朋友有什么不好的 你说说吧 我们听听 那你在我心里 你知道是什么样的 一个样子吗 就你其中最大一个缺点 就是爱面子 就是比如说 我们去商场里面 买个雪糕 雪糕而已 对不对 一个食品而已 40多块钱 我说你一开始 你不知道40块钱 但是最后付款的时候 是不是有那个条码 显示是40块钱 我叫你拿去退 你有没有去退 你当时就是干嘛 你当时就是觉得 那个服务员在看着我 哎 我不好意思 把它拿回去 看到那么贵的东西 你都往那下手的吗 就一口 一口40块钱就没了 我无法理解 那那次雪糕 我也确实一开始 不知道它这么贵啊 而且我拿都拿了呀 那我正好 不就借这个机会 尝一下它跟那些 平价的雪糕 有什么区别吗 那就是当做一次尝试啊 而且我又不是 每次都这么做 你已经不是 第一次发生这种现象了 你知道吗 有一次我们商量好了 去商场里面逛 对吧 不消费 然后就是聊聊天 参观一下 散散心什么的 结果倒好 杀出了一个化妆品店的 服务员出来 把你拉进店里面 一顿推销 结果你还真买了 几百块钱的化妆品 你这算什么呀 不是商量好了吗 化妆品那是化妆品 每个女生都会有 用到化妆品的时候吧 而且我那个时候 不完全是被那个店员 忽悠着去买的 我就是觉得那个 他推销的那个 我正好需要 而且我家里那个 也正好真的快用完了 而且那个店员 也跟我说了 那个东西是限定包装的 我要这一次不买 我下一次就买不到了 那我买它既有用 又买得值得 我觉得很合理啊 两全其美啊 你拿它出来说干嘛呀 我问问吧 就是在你的眼中 这个男生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我已经听到两个了 抠门 另外一个是懒 这个男生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最大的缺点就是 不听我说的话 简单点就是 也不站在我的立场 为我考虑事情 不听话和不考虑 男生你能回答我 你女朋友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她的最大的缺点就是 就是心里只有自己 你知道吗 呦 怎么这么说 在我看来她就是变了 她跟一开始完全不一样了 就比如说 一开始跟她聊天 给她发的那些 生活上的分享照片的时候 大家还有来有回的 会回 但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我发了 一连串的图片给你 你跟没见到一样 然后非得我问你一句 你在吗 我都怀疑你不在了 你结果回了我一句 在呀 我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是所有的都不回你 只是有时候 你分享的那些照片 其实以前也 大多不少的都分享过了呀 而且我知道 有时候你有分享的这个心 我就觉得我看到就好了呀 不是什么都要回的 而且有时候工作也挺忙的呀 你们俩谈了几年 我们的话是差不多快两年了 彼此见过对方的父母吗 有见过 都有见过 对他什么印象 其实他这个人看起来都是 蛮踏实的 蛮老实的 就是感觉我父母可能还是比较放心的 对 你还好意思说父母这件事情 你来我父母家的时候 你是什么样的态度 我去你父母家的时候 都是毕恭毕敬的 都是很端正的 然后你来我家的时候 我父母带你去喝茶 你怎么做的 你就一个进来 站在那玩手机 就是我跟我父母都很尴尬 你知道吗 我都感觉 我对你父母的态度挺好的呀 为什么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呀 不就是有一点尴尬吗 你也不用这样子 搞到场面 好像你好高端一样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我第一次见你父母 我难免会有就是尴尬 不知道怎么跟你父母打交道啊 然后我当时玩手机 我不是真的全程都在玩 我只是也是想借过手机 演示一下我的尴尬而已 那反倒是你 你怎么不观察到我那种处境 然后出来帮我说话呀 你就只看到我 埋头玩手机而已 所以你们俩进来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呀 首先我就是觉得那些 真的很难以忍受的缺点 拉他呀 然后抠门呀 而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每次发生有什么矛盾的话 我解释你就觉得我是在辩解 但真的是这样吗 我不觉得啊 什么事情让你觉得 你在解释它是辩解 就比如说我们其实上班都累了回到家里嘛 那我想的就是在躺床上休息一下呀 但他就觉得你怎么这样了 就一回家就躺 要不你就跟床过吧 你是不是就当我不存在呀什么的 我感觉他也不考虑我啊 他也不顾及我的感受啊 你一回到家你是怎么样子的 你躺一会可以 你躺一会我允许 那你不要老是在那个床上躺着呀 对吧 你累我也累呀 我想的是 我们能不能互相聊聊天 争计一下感情 对吧 散散步也好啊 甚至看个电影也可以啊 你确定你要去跟他看电影吗 可以的 这些 电影票好多钱的 但是前提是要有优惠 前提你看 所以女生今天来的道理是干嘛的 我再问一次 我来就是想得到他的偏爱 那要怎么偏爱呢 就拿他抠门这件事情说 你不能对我也这么抠门吧 他对你已经不抠了 他自己吃泡面 你吃饭 还要怎么着啊 那 所以你道理想干嘛 你把它想清楚 要不然怎么帮您呢 其实因为我们已经在一起两年多了 因为生活已经到了那种 食之无畏 气之可惜的地方了 就是生活上面呢 他老是嫌弃我 这抠那抠 懂了懂了 对你来说 食之无畏 气之可惜是吧 对啊 我就觉得 我都很迷茫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已经 因为我这件事情 我已经焦头烂额了 男生说 食之无畏 气之可惜 女生说的这个种种 抠是无法忍受的 懒是无法忍受的 然后女生说了一个 最关键的一点 是说 我的男朋友 不会按我的想法来 他没有偏爱我 那为啥还不分手呢 你给我一个不分手的理由 我跟他的话 就是他一开始给我 就是在一起的时候 他很能逗我开心 可以说是 我第一次遇到这么有幽默感 然后对我 其实也挺温暖的 一个人 听明白了 他会让你开心 对吧 对 现在这个开心果 还让你开心吗 除掉那些缺点的话 要是能不抠门了 要是能不懒了 完美 对 来 应该怎么办 各位老师 让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男生耿耿于怀 女生爱面子 我就匪备所思了 这么一个爱面子的女生 怎么会和你这样的男生 相处两年呢 男生恕我直言 他指责你是抠门 我一直想 在你身上 找到 这不是抠门 而是接见 我失败了 我原本认为 抠门嘛 可能是他的习惯 但是邋遢 两者风流麻不相及 但我现在发现有关系 两个星期不洗头 是为了洗发液可以省 不洗碗 是可以省下洗洁精 但卫生呢 安全呢 你想一个女生 因为喜欢你在一起 她确实吃到了 她想吃的食物的时候 旁边那个男生 是一碗方便面 我想这是一种抗议 这是一种 明白地告诉你 你奢侈了 买了公园门票进去 你喜欢游乐设施 你玩吧 我在旁边看 你说她玩得快乐吗 她是不是感到很惭愧 很内疚 很负罪啊 这样的恋爱 我看不到可以改变的希望 关键是她认为 自己做的根本没有错 所以她改不了 我想也一定有女生 能够接受她这样的 所谓的邋遢和抠门 但是你肯定不合适 最后送你四个字 敬而远资 好吗 我在想 你这样的抠门呢 这个词不好听 我满以为是叫节俭 但如果节俭的话 经常有一个词连在一起 叫勤劳节俭 但是发现在你身上 找不到勤劳 你要懒的话 那意味着 你就不会创造价值了 那就是压榨 压榨谁呢 压榨自己的健康 压榨女朋友的感受 因为你可能在乎到钱了 但是其实你忘了 因为这个抠门 你伤害到了女朋友的感情 所以这个你想一想 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损失 你没有全面的算 如果你要全面算下来的话 应该是这个事既省钱 还能让女朋友高兴 又不伤害彼此 这个叫真正的节俭 抠门就不一样了 抠门它是狭隘的 是一个压榨性的 这是我想跟男生说的 那女生我想问一下 刚才问的谁懒 主持人说了 你是第一懒 他懒得走 这个的确要思考一下 第二个问的说抠门 他抠门 你抠门吗 我还好啊 你还好吧 我没他那么抠门吗 我觉得你多少也有一点 至少在你们谈话当中 他不舍得花钱 他不舍得花钱 但是我好像也没看到 你怎么花钱呀 这个也要反思一下 有的时候呢 经常说别人小心眼的人 有可能自己也是个小心眼 多多少少有一点 所以我也没看到你的大度 至少我没看到 吃方便面 你那儿吃着八十块钱的餐 如果你真的心疼 你的男朋友的话 那可能你也会说 把方便面拿过来 这八十块钱的餐给你 而不是一味的说 你吃着八十块钱的餐 人家吃泡面 除了说抠门之外 咱还能做点什么 或者给这个男朋友买一份 或者交换一下 或者你不吃我也不吃 总之呢 不是一味的只是评判和指望 所以如果那样的话 我们这个感觉也不是非常的好 对不对 综合以上吧 我觉得纠错这事 就不要想了 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人的价值观 人的生活习惯 它是很难改变的 多少年以来 会发现改变别人这件事情 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咱们就不要尝试 把自己创的涂破血流 然后变皮鳞伤 发现我们不合适 不如知道这个真相 早点做决定 刘老师你是醍醐灌顶啊 我才弄过来 他不打车 你打车不就完了吗 他吃泡面面 你看不下去 你给他买啊 你也没从考德雷 拿出这个钱来啊 原来第一扣在这儿是吧 虽然都扣 但扣的地儿不一样 他可以把钱给你花 但是他吃差一点 从这点来说 那其实他爱你 比你更爱他多一些 比如说买化妆品 他即使再不乐意 他就唠叨唠叨 你买没买 你买了 你对自己不扣啊 但他呢 就觉得 哎呀 看不惯你这种消费的观念 那个血糕 你吃了 对不对 但为什么没给他买一个 你们俩扣的方向不一样 其实他更爱你 但是呢 你呢 却一边占着便宜 利益的既得者 又看不上那种观念 可是他真是啊 已经把所有 他能做到的都做到了 但是你没有领这份 请 你们俩不会长久 因为你们俩 因为消费观的不同 你们总是无法 一起做一件事情 你们俩能不能 继续下去呢 挺难的 挺难的 关键你能不能领略到 他在抠搜自己的时候 在节点的时候 对你的那份心 你的你的钱交给他吗 没什么钱 所以 你直接回答我 那就是不交了 各自有各自的钱 我们现在是 没有说水管钱之类的 好的 对于你们都抠的人来说 我只能说 爱在哪里 钱就在哪里 所以你们的爱 都在自己这儿 没有在对方那儿 就这样 就这样 太阳光了 我只能做 不过 然后 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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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自都能仿思一下 你知道你这种问题存在多久了吗 我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你后面完全变了一个人 结果我感觉你就不关心我了已经开始 让我觉得你的态度我已经周末不透了 我对我们未来其实挺迷茫的 最后的话 我也 但是就是很迷茫 谢谢两位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瞅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 做预测吧 在一起 双方都已经感觉到如此的不舒服 分手是最好的选择 双不出 两个人都抠 只是抠得不一致 抠得不和谐 所以预测 男出女不出 我觉得他们要听你的话 他就双出了 各自调整一下 在同一水平上就行 来 咱们一起看结局 请开门 你们俩就好好的吧 别去抠别人了 想想幸福到底是什么 谢谢老师 来吧 我们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请亮灯 谢谢两位请回 我觉得在人群当中 他们俩相遇也挺不容易 能配得这么机缘巧合 可能通过今天的节目之后 如果他们意识到了 把自我这部分再放出去一些 也许这一对会幸福的生活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你真的太恋爱恼了 你的眼里只有轻轻碍碍 却忽视了周围的一切 你永远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你只会给我那些虚无缥缈的承诺 你的敷衍让我感受不到一点爱意 爱情需要的是双向温妇 我一直在为我们的未来努力 可是你的态度 让我觉得自己就是个笑话 我们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各方面的压力每天接踵而至 但你的幼稚真的让我看不到一点未来 有请地队情侣 有请 男嘉宾小胡22岁 来自甘肃程序园 女嘉宾小鱼26岁 来自成都 新媒体主播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是在旅行团上认识的 是吧 对 追的时候知道姐姐比你大吗当时 还是知道的 知道的 对 咋知道的呢 当时也是通过朋友一起去旅行的嘛 然后也是在朋友那边问到的嘛 喜欢的 喜欢啥 个子高 帅 对 个子挺高的 行 今天为啥来 今天我就是感觉到啊 就后面她不是在工作了嘛 因为她工作忙的一个原因 还有就是后面发现她一些不成熟的表现 和一些幼稚的表现 我就感觉我们两次这样的矛盾就越来越多了 再加上我们之间可能有年龄的一个差异嘛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们接下来该怎么 就是再走下去了 今天是来问路的 是吧 对 对 对 想知道怎么走 怎么了 她本来是程序员嘛 就工作特别忙 对吧 我也能够理解 加班的话也是家常便饭 但是总是因为各种工作忙的一个原因嘛 就感觉越来越疏忽对于我的一个照顾了 咋会呢 就是平时的话 因为我也有出差嘛 然后就是约会的一个时间本来就很少 一个月的话也就那么一两次 然后她因为每次工作忙的一个原因呢 然后她就给我推脱了 就见不着面是这意思 对 对 对 可是的话那我也要加班啊 就也没办法啊 我也跟你解释了呀 关键是她每次解释了过后 我就觉得很敷衍我 就是你就再怎么加班的话 也不可能每次加班 对吧 你总会抽出时间 就是出来约会啊 怎么怎么样的 就是每次就是以加班为理由 然后就拒绝了 哦 那就没约过会 哦 也有 之前的话就比如说 因为我会订电影票之类的嘛 结果电影票也订好了 然后她也没有来 然后我会提前去约餐厅 有些时候我约好了餐厅 她也迟到 然后让我等了一两个小时 更有一次就是说 我已经订好了旅行团的一个票嘛 飞机票也买好了 她都没有来 然后我也直接损失了几千块钱 可是我也跟你说了呀 再看嘛 我也没答应你那个时间 就有时间出去嘛 我就说再看嘛 结果你就自己把票机订好了 我有什么办法 我都给她说了 我说你不是有年假嘛 对吧 你年假请了可以跟我去啊 但是她还是不听 然后她就直接 还是就没有去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每次约好的事情嘛 她都不遵守 就比如说有一次 就是我们已经约好了 出来看电影嘛 对吧 然后她当时就领导 给她打了一个电话 然后她就直接去工作了嘛 然后就把我一个人丢在电院 然后我就觉得 她就是每次就是很敷衍我 这个除了时间上忙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 她平时有一个习惯嘛 然后她不管是去哪儿 都喜欢提到她的一个电脑包 我跟她一起去逛街 然后她就一个人坐在沙发那儿 然后她就再敲什么代码之类的 然后修复什么什么bug 然后我试完衣服 我就问她好不好看 她就很敷衍我 她就说嗯嗯 好看好看 就这样子很敷衍的样子 可是的话 确实就是那样呀 好看的话我就跟你说了 你就包起来嘛 不好看你就换一件嘛 我跟你也说了呀 你知道问题是女生的话 是需要你去回应的 但是你每次就是很敷衍的说 哦哦好吧 然后我就感觉你根本就 没有很看待我们这一份感情 对啊 是我情长比较激 我只能那样回应你啊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我就说哎 好嘛 然后你就包起来拿走就可以了 反正我就是觉得 她平时生活中就是这个样子 更搞笑的是什么嘛 主持人就是那一次 比如说逛街嘛 就是她在沙发的就是工作嘛 对吧 工作到一半 她电脑没有电了 她直接把我带去网吧 然后她在工作 她让我一个人在那儿看电视剧 然后整个就是一天下来过后呢 她也觉得这一天挺充实的 你觉得这这么大人无语吗 我就觉得你就是你约会的时候 本来就是约好时间出来 那你找的就是这么个人嘛 谁叫你找她的嘛 也是 你在享受她颜值的同事 你就得接受这一切嘛 而且还有就比如说 她平时的话就是还要每天啊 就是拿一个小时来 自己做一个总结 然后还让我这一个小时的时候 不要去打扰她 这一个小时的话 主持人我跟你说的是什么 可能很多人都需要这一个小时来 总结一下自己的 今天的生活啊 工作啊 这些 都是很正常对不对 然后的话我就是总结一下 我今天工作哪里出错了 明天哪里可以省掉 这不是挺好的吗 问题是你每次在总结工作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总结一下 我们感情之间的一些矛盾呢 我也看了呀 我们感情感觉挺好的呀 没什么啊 你看嘛 她就是这样说 每次都是这样说 就是完全找不到 就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矛盾点 行吧 你指引她嘛 你告诉她 你觉得哪儿不舒服嘛 你说嘛 问题是 对啊 就比如说有一次我不是吃东西 可能过敏了嘛 然后我跟她打电话 我说要不你送我去医院之类的 然后结果她就陪她什么朋友吃饭啊 或什么客户吃饭的 她说等忙完了 然后再回我信息 结果忙完就没有音讯呢 我还在电话里面跟你说得很清楚嘛 有啥事你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嘛 你还没跟我说 我以为就是问题不大嘛 然后就你自己一个人去就好了嘛 然后当时也陪客户嘛 然后走不开嘛 然后客户老板都在 我不可能就是你自己先走嘛 我也跟你说 如果你有啥事 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我也可以去解释 然后我可以先走的 你还没跟我说呀 反正你每次都是这样的一个理由嘛 就好比就是一些重要的事情 它总是缺席 就算是在的时候 它也是表现得很让人不舒服 最重要的事情 就比如说有一次 我约她跟我父母一起吃个饭嘛 因为也是第一次见面 好了解嘛 她因为工作的就太忙了 就推脱了 但是后面我第二次 约她和我父母一起吃饭的时候 结果她在桌子上又不说话 然后后面的话 又现场地在这儿什么忙工作啊 什么就在这儿敲敲敲 我看着都很老火 反正我父母那一次 就对她就感觉挺不满意的 第一次的话 确实我做得有点欠妥嘛 但是我也解释了呀 第二次的话 我当时坐在那儿也无聊嘛 也发单嘛 然后挺好有工作嘛 我第一次已经把你父母推脱了 我第二次 也不可能就是把你父母 又撇在那儿 我就走了吧 我感觉就挺好的呀 你父母看着我那么工作努力 不是挺好的吗 但是我也没有看你工作有多努力啊 就感觉你每天都在加班 就感觉就是你的一个工作效率很低 所以因为你的工作效率很低 所以说你才加班的 不是 你这个你就不用管它了嘛 你不喜欢你就翻身就走就好了 人家就是这样啊 在我看来可能就是不重视你啊 就是觉得跟你在一起没有什么意思嘛 就是这样啊 除了这个真的 那你叫什么劲呢在那儿 我不知道啊 确实也是 是吧 除了这个还有啥 就是他也是一个真的特别直 而且感觉情商也特别低的一个人嘛 平时也不会注重你的一个什么情绪之类的 然后像之前我在上班的时候嘛 对吧 肯定也是受了一点委屈 想要能就是安慰一下之类的 给他发了一个就是比较委屈的表情包 他也觉得挺可爱的 然后还跟我开什么玩笑 我就觉得现在这个时候 你还跟我开玩笑吗 主要是我跟你又不是同一个工作 我也不知道你是工作人 因为啥受到委屈啊 我只能说 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不要往心里去啊 我只能这样了呀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生活当中嘛 一点遗失感都没有 比如说像什么周年纪念日啊 生日和情人节嘛 因为女生也是比较注重的嘛 结果你不提醒她的话 她永远都不知道 对我来看的话 我们都在一起了 这个纪念日啊 这就没什么呀 这个不重要呀 对不对 这个我感觉就是不重要呀 但生活当中 本来就是需要仪式感呀 如果说生活中 全是很平淡地过下去 你觉得还有过下去的必要吗 但是平平淡它挺好的呀 如果你对那个周年纪念日 很重要的话 那一天两天三天的节日 是不是都要过呀 我并没有说一天两天都要过 但是一些重要的一个节日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过的 她给你送过礼物吗 她送过 然后比如说最先开始的时候 就是告白的时候嘛 会给你做一个告白小程序 然后上面就是同意和不同意嘛 我点到同意 但是后来呢我发现 就是点那个不同意的时候 那个不同意的按键嘛 满屏飞嘛 就感觉当时还是挺浪漫的哈 但是后面就送的这些东西 我跟你说姑娘 你上当了 那玩意儿 网上有多少有多少 我自己下载的 不是她做的 哦 是你做的吗 哇 是看到公立院吧 反正就是还给你送了一些什么礼物哈 就是反正也是代码之类的哈 比如说像生日礼物啊 就给你敲了那个什么 生日蛋糕的一个代码出来 然后比如说你按时她 想要一束花的时候 她就用那个代码给你敲了一束花 就是今天我都带来了吧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大屏幕 给你录下来了 这挺好啊 也挺浪漫 我就感觉挺好的呀 我也是辛辛苦苦做的呀 你说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太虚拟了 因为在爱情当中 你没有真实的一个东西 我就感觉就是很空 知道吧 我之前都跟你讲了很多遍了 你这种东西送多了过后 我就感觉你没有诚意 就感觉很抠啊 但是我也送过你现实礼物啊 主持人你都不知道 他送了什么现实礼物 他之前送什么假发片 和那个什么抗凸神器 就是我在在想 我头发有那么凸吗 你现在都已经在送我这个了 为什么要送假发片和抗凸神器 在一起的时候 他经常跟我抱怨 他说哎 他经常染发 涂发都要凸掉了 然后的话 哎 这个的话 我这个有经验嘛 我们用的产品就是比较好嘛 然后就送给他嘛 哦 程序员都在用这个是吧 挺可爱的 小哥哥 但是我都跟他说我不需要了 我就随便开一个玩笑 他就非要当真 但是你送你了 是送我了吗 但是这个礼物我觉得太不切实际了 我也不需要 但是你经常跟我说 你喜欢有细节 有诚意的男孩子嘛 然后我都说 我把你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记下来了 我这么关心你 你还要我怎么样 但是我说的什么玫瑰花之类的 什么生日蛋糕 你为什么没有记下来了 还要非要用那个代码给我敲出来 那不是挺好的吗 好吧 是挺好的 哎呀 你这恋爱谈的啊 这小伙子管你吗 有些时候肯定要管啊 就比如说 就生活当中也是一个特别爱吃素嘛 小心眼 我是一个新媒体博主嘛 因为我可能会出差 会接触一些异性 然后像什么男同事领导 结果他倒好 每次我给别人打个电话呀 发个语音 他非要让我开一个免提 我就觉得挺无语的 但是我的话 我生一个男朋友 你跟别人打电话 我让你开免提 这个很正常啊 吃素很正常呀 是挺正常的 那公司可能会给我们一些点子 让我们去下载一些 交流软件之类的嘛 然后可以增加自己的流量 把平时的一些生活啊 分享在上面 结果他每次看到 然后他就觉得好像不行 然后非要让我跟他解释 当时的话你下来那什么啊 我都是你男朋友 你还要上面东西 重新找一个男朋友吗 我之前我都跟他解释 很多遍了知道吧 哎 这恋爱谈 所以为什么不分开呢 其实之前我跟他在一起的 原因也很简单 就觉得这个人的话 至少就是心地 还是比较丧量 人品这一块应该是过得去的 他不像那些什么 花花肠子之类的嘛 因为感情当中 肯定是人品第一位的嘛 所以说这一块的话 我还是比较认可的 那还说什么呢 都认可了嘛 就往下走了 对啊 然后的话 平常他生活中 也会嫌弃我这儿 嫌弃我那儿的 嫌弃你什么主要 嫌弃我挣钱少啊 嫌弃我给不了他想要的 我不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 你觉得你每个月 四五千块钱 你养活你自己 能养活得了吗 你还养活得了别人吗 而且你感觉 你没有什么人生的 一个规划 可是我刚毕业啊 我刚毕业 我之前的这一步挺好的 我以后的生殖空间 还是挺大的呀 你觉得你自己 有什么生殖空间 我根本就没有看你的一个规划问题是 我平常跟你好好聊天 你都要跟我抄一下 然后的话他在家说我都 有些真的说很过分 看不上你是吧 对 然后他平常在家说我 哎 没出息啊 他说我最过分的就是说我 我还不说之前追求过他男生的一般好 之后我就感觉真的是 保贬了一文不值 人家有些男生直到年龄大 他成熟 至少懂得女生的一些细节 对吧 考虑女生也有感受 那你去找啊 没有 因为之前那些 比如说有些男生的话 因为就是太远了嘛 可是这是异点 然后我想是本来都是在成都定居的话 这样的话就挺好的 然后也是因为个人原因嘛 所以说就没有去找其他地方的男生呢 而且就比如说我平时都有在规划未来嘛 因为年龄毕竟也挺大的 然后我肯定要考虑一下 房子一些财力的一个问题嘛 就比如说房子 因为他才毕业 我也没有说你一定要买对吧 但是你一定要把它规划在内 但是他从来就没有看到他规划过 房子之类的一个事情 像财力的一个事情 我都给他讲过很多遍了 就说或多或少 你肯定是要意思一下嘛 结果他倒好 他觉得反正都在一起那么久了 给不给都无所谓 就是我满脑子都是 我怎么听着好 你这是想结婚呢 如果说能走下去的话 肯定是两三年内 肯定是想结婚的嘛 结果他倒好 他满脑子就是他的什么 二次元世界 就跟他一个交流 就完全就不同 可是的话 那又我也有规划呀 我肯定是有规划的 但是我现在刚毕业 我拿不出那么多钱呀 然后的话 我喜欢二次元 难道就不能因为我 而去了解一下二次元 是什么世界呢 你喜欢的东西 我可以专门去了解 跟你找共同的话题 难道你不能因为我 而找一下这个 他喜欢那个到什么程度 就是平时的话 就是下班了过后 坐在电脑前 然后看一些 虚拟的二次元主播 跟他们进行一个弹幕互动 一刷礼物的话 就是刷好几千 然后平时他上班的工资 都没有那么高 平时给我买礼物都舍不得 然后就是为了 加你家生优的一个微信 看你家长什么样子 可是的话 那也是我自己的爱好 那是我自己的圈子 我跟你又聊不到一起去 然后的话 我加他们微信就说 他跟我们有话题聊 不是挺好的吗 所以其实你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忙碌 对吧 你至少还有时间跟生优聊天嘛 对吧 所以跟小姐姐在一起 又没有共同的话题 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呢 又聊不到一起 这个可能就是第一眼吧 就那个一见钟情吧 然后刚开始跟他僵持的时候 他对我还是挺好的 挺照顾的 现在呢 现在的话就是 最多就是一个催促 而且一个监督 就是贪恋小姐姐对你的照顾 是吧 对 你有想过跟他分手吗 暂时还没有吧 还享受着他的照顾 对吧 而且对你脾气挺好的 对不对 说不约会就可以不约会 对吧 只要说加班 他不会追问你 对吧 对 然后二次元跟这些这个虚拟主播聊天打赏 他顶多说一下你但不会深究你对吧 对 今天来干嘛 就是想解决一下矛盾嘛 感觉现在就是很难走到一起了 你愿意交往下去吗 如果他愿意 你喜欢他吗 喜欢 你爱他吗 爱过 爱过 我的妈呀 你以后愿意娶他吗 愿意的 只要他愿意 一起进入丘比特温战 男生 你刚才很坦诚 说自己情双低 我感受到你的情双并不是特别的低 似乎恋双低 恋双低 是因为不想谈这一段恋爱 你对这一段恋爱 我认为他没有尽心尽力 把全部的心事画进去 也没有把应该画的心事画进去 如果足够爱 我想他不会不知道 鲜花 蛋糕 他意味着什么 你用这样的举手自劳的代码 去应付了他想要的遗失感 与心何人 你真的是认为 我透出的 是专属的浪漫吗 只不过是方便而已 买蛋糕买鲜花 不但要花钱 而且要赚用时间 你不想 很遗憾 你可能不是他真的心心念念 要疯狂地去爱的那个女生 所以你们两个人的问题 是处在爱的问题上 而不是在什么情双的问题上 谢谢 停了半天 也没有大的冲突啊 他俩人不适合在一块 你呀 不适合和他谈恋爱 你不适合谈恋爱 不适合和他谈恋爱 意味着你俩不合适 但是为什么还在一起谈一年多呢 他至少给了你足够的安全感 包括年龄 听话 不惹事 忠诚 但是除此之外 再往上的东西 精神层面的理解 真正的相爱 包括 今天谈到的未来 给不到你 所以安全感 不足以让你走更远 男生呢 有句话 说了 这个都在一块了 生日不生日不重要 我们挺好的 一开始这样讲 所以他 大哥也没有想改变的意愿 他认为恋爱就应该这样子 没有改变的动力和痛点 所以也别期望他改变 而男生也特别提醒你 为你担心 因为你朋友 转身走了以后 他可以和别人恋爱 而你不小 以你的目前这种特质 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没有哪一个女生 能够受得了你 然后一谈恋爱了 稍稍时间长一点了 连重要的节日 仪式感都没有了 不懂得体贴人 了解别人 理解别人 走进别人内心 没有共同的话题 那你只适合单身 所以老师 特别担心你这一点 所以兄弟 这个你要重点考虑 我觉得他们只是因为需求 你需要这么一个对象 他像一个电脑一样 你随时回家 可以随时面对他 他就在那里 所以呢 你这是满足了你进气的需求 但你随时会离开 因为你想的是说 这个电脑他会变成人 他会主动地向你示好 他会和你互动 他会体贴你 但是他一定不是 男生啊 他就如图你另外一台电脑 他可以帮你做饭 可以照顾你 可以留在你的身边 并且还可以给你空间 他不太干涉你 就是因为他干涉的太少了 其实你不觉得不正常 他并没有真正地 走进你的内心 你现在也没有在谈恋爱 你也只是满足自己 一个需求而已 我有一个女朋友 长得还不错 你压根就不在乎 她的感受 可以以加班为所有拒绝 和她在一起的理由 可以把加班就当作 这个导向牌了 这不是爱情 你们俩在一起 根本就不是未来爱情 只是解决自己眼前的问题 没有未来 只有当下 所以尽早分开吧 好吧 就这样 一句话又说完了 他喜欢你 但不喜欢谈恋爱 60秒 反正我觉得 反正也在一起那么久了 就感觉你一直很忽视 我的一个感受和一个照顾吧 就感觉你 从之前我觉得有一点 幼稚我的还能接受 但是到后面的话 我就感觉 你给我的一个安全感 也就越来越少了 我也不知道我们两个 还能不能走到最后 这个我觉得就交给时间吧 跟你一起的话 我也改变够多了 我的话从一开始 到现在我感觉 我改变的事 确实很多了已经 但是我也希望 你能够改变得更多一点 因为生活当中 不只是财迷油盐 相对应的一个仪式感呀 然后对女生一个照顾 还是应当有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还是会 尽可能地去承担吧 还要留给时间呢 四位老师都白跟你说了 是吧 谢谢两位 请回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前来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吧 薄红兄预测一下结局 这段恋爱 这段恋爱不用写程序 已经有结果了 双不出 肯定是不看好 但是一会儿的结果呢 我预测男方要出来 男出女不出 来 我们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是怎样的 请开门 好了 祝他们找到自己中意的人 祝幸福 可以伴随他们 再一次的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也感谢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